暴风雪侵袭美国 大雪、狂风和气温急降 让美国大部分地区和加拿大 最近接连好几天冰封 度过了一个最寒冷的耶诞假期 这两号称40年来最严峻的暴风雪 影响美国约7成人口 近2.4亿人的生活 在美国各地已造成至少34人死亡 尽管暴风雪和强风在持续了5天后 现在已有虚幻迹象 但是耶诞结果后 每东几个州仍有民众无电可用 路上和空中交通也受到影响 许多人的旅行计划被打乱 美国纽约州的水牛城 紧急救难人员无法到达重灾区 纽约州州长侯科警告 居民仍在生命安全处于 非常危险的情况中苦苦挣扎 物浴区域内所有人员必须留在室内 全美受动 连阳光之州佛州也气温奏降 唯有西部加州得到大陆山脉屏障 大致不受寒冷天后影响 而风雪过后 接下来预期会有大量溶雪 民众防灾人不能大意 主要是综合报导 主要是综合报导 主要是综合报导